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跟我爹遇刺的事情无关 当然 他这么做 还可以向王爷示好 拉拢王爷跟三公子一举两得 就可怜了那个小马 快要做个无辜的冤魂了 身在宫中 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不过明知道危机在眼前去路除掉 就只能怪自己太愚昧了 三公子怀疑 五三司早会知道 我们曾经审问过小马 不是怀疑 是肯定 他早已在我的向王府内安插了细作 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堵 如果让细作泄露了我们的机密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命你尽快除掉 向王府中所有的细作 让府中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安寝无忧 属下遵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参见臣奉运 小小年纪做事就这么认真 难能可归啊 因为病人圣体欠佳才需要服药 如果要熬得不好 失去了疗效还会加重病症 况且这也是我们身为奴婢 分内的事情 可是有些奴才 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还不知道错在哪儿 孟茜啊 反正你得为张公子煎药 不如来帮帮忙 我想请你为皇上的药看火 你看如何 可是这是给皇上服的御药 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奴婢以前一直做粗活 恐怕 看火哪有那么大学问 又不是真正 只要望闻问妾 你能行的 本官从来不会看错人 可是奴婢 如今在凤尘府服侍张公子 如果跑来上药局干活的话 恐怕 没关系 我会跟国公爷说明的 况且皇上的事 那是最最重要的事 他们不会阻拦的 那别遵命 嗯 圈里 没有你的事了 你到内市省去 告诉小马 把鲁公公的药领回去 小马来不了了 梁王要将他问斩 小马 有人来看你了 小马 小马 小马哥 小马哥 小凡小胡 你们来看我了 小马 我听说 你承认了是刺杀梁王的主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他们把你却打成招了吗 我反正都命不久矣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不过在临死之前 我能看到你们俩 我真的是死人无憾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怎么可能杀人呢 你这胆小鬼哪来的胆子 到底是谁要害你 你做了什么 我 我没有啊 你们都知道我胆小如蜀 我能得罪谁啊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梁王 就一口咬定 我是行刺的主谋 我就这样 无缘无故地被抓了 无缘无故地被打 现在还要 无缘无故地死 在这个宫里头 就那么地混账 就那么地没有天理 小马哥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您出去的 姐姐 不如我们去找鲁公公商量一下 鲁公公 鲁公公跟梁王怎么比啊 他怎么能救得了我呢 虽然朝中 精灵之臣很多 但是也有明治之臣 我们一定会找到人帮忙的 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强 算了吧 这朝中 能有几个人敢跟梁王作对 就算有的话 你能说服他们 为我这条小命出头吗 算了 别白费心情 当年我是为了家人活命 才禁得过 如今自己却活不了了 这可能就是天意 等我走了以后 你们姐妹俩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小凡 你生性耿直 刚进宫的时候 鲁范公归 虽然到后来未知进退 可是你知道 这宫里毕竟是凶险的地方堵 极强的少 你要处处谨慎 不要事事出头 知道吗 小父皇 你生性聪明 处事事是圆滑 可是你要知道 在这京城里面 聚集了太多的聪明人了 在这宫里头 更加是聪明之中的聪明 你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罗 你放心好了 张灵珍 她不也是聪明绝顶的 我们姐妹 还不是每次可以逢凶化吉 张公子她这次的确是有点过分 但是也不能怪她 她从小就被两位张伯公 带到宫里边 像贡婢一样 献给皇上当男宠 她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 其实也是挺悲惨的 她根本就是个疯子 在宫中谁不凄惨 谁没有悲伤得过去 但是她见到别人好 就想把别人给杀死 可怜蒙女 年纪轻轻 就无辜枉死 她连为什么死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在皇宫里 又如何忍得了她 我一定会解发她 算了 纵使张公子有多么的不对 既然你们要伺候她的话 就好好相处关系 虽然她要你们两个死 但是相反 如果你们得到她的庇佑的话 她足可以让你们两姐妹 安枕无忧的 如果此时此刻 还追随张公子的话 梁王或许不会加害于我 要我投靠于她 我宁愿死 可是 在宫中没有靠山 真的很难生存 时间到了 你们两个回去了 好 去吧 因为自己要好好的 小马哥 我们一定会想爸爸救你的 你放心吧 你命中注定 一生劳碌 老天爷呢 不会让你这么轻易死的 你等着我们 好 张公子 你在上面多危险呢 快下来吧 药尖好了 你快下来喝吧 又喝药啊 拿上来吧 姐 没事 张公子 这什么药啊 这么恶心 张公子 不吃药不成啊 苦口良药吗 我说不吃就不吃 你们都给我滚 张公子 你们俩是不是有毛病啊 叫你们走你们不走 偏偏留在这儿 受我的气是不是 你们两个 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再过几天 梁王就要处置小马了 小马是无辜的呀 什么 五三四要杀小马 五三四要杀何人 关我什么事 奴婢知道 小马之前追随过公子 如今 就只有公子 你救得了小马 请您救救他吧 我可没工夫 管这些事 只要公子答应 奴婢愿意做牛做马 报效公子一生 我要一头笨牛 一匹野马做什么 笑话 姐姐 这样吧 反正我最讨厌吃药 如果你们两个 能让我不用吃药 身体就有所好转 我就答应你们救小马 不喝药哪能痊愈啊 那你们可要好好想想喽 对了 旧小马的时日可不多呀 珍惜好好的时光哦 啊 张公子唤的是肝火犯肺 这书上说了 咳嗽 振作 常感胸中气腻而呛 咳食凶险隐痛 口渴 烦躁易怒 难怪他常常烦躁易怒的 真是个讨人厌的恶技 这里还说 治疗方法呢 是清肝泄火 凝肺止咳 凝肺止咳 这不吃药 怎么会好呢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为了救小马 不能亲眼放弃 小凡姐 小福姐 小鱼 丹华 你吃的是什么呀 萝卜饼啊 你不是怕萝卜的味道吗 小鱼近日肠胃欠佳 不过啊 又知道萝卜可以调理肠胃 所以啊 就把萝卜和其他的馅料混在一起 做成饼来吃啊 对啊对啊 这样啊 就可以调理肠胃 又不怕再吃到萝卜的味道啦 对啊对啊 枸杞菊花绝名子 虽然有清肝泄火的疗效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些药材 放入张公子的食物之中 而不被他发现 这实在不是件意识 如果我们用香料 盖住这些菊花 绝名籽还有枸杞的味道 说不定他不会发现呢 可是 如果加入太多香料的话 也许会和 菊花 枸杞 绝名籽 这些药材相冲 引发其他病症 这样张公子服下的话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加剧 岂不是弄巧成处 姐姐 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定要放手一搏 姐 来 事关重大 不能草率行事 相信我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公子 请用膳 张公子 先喝一点汤吧 这什么味道啊 是香料的味道啊 骗了 这明明是药啊 原来是真的呀 我刚才看到你们俩的表情 我就怀疑你们暗中做了手巧 是不是把药放在汤里面 没想到随便一两句话 把你们别露出了马脚 原来你们真把药放汤里了 张公子 你有病在身 应该好好吃药才是 我要你们两个管吗 张公子 你还是吃一点吧 张公子 你在干吗 张公子 小心着凉 看咱们谁先着凉 怎么样 好点没 好点没啊 怎么了这是 这是 这是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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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还好吧 小凡姐 小福姐 要不要吃一点药才会好啊 刚才已经吃过了 平日里应该有好转了 那个张公子 也真够坏的 竟然一次一次地捉弄你们两姐妹 害得小福姐生病 谁叫我们有求于她呢 小福姐 这个药挺好的 你快点吃了吧 谢谢 这太苦 我不吃 那怎么行呢 难道你要像张公子那样 折磨自己的身体吗 来 你别再提他了好不好 你不喜欢吃药的话 不如我们用生姜 艾叶来泡饺 这样的话 可以去去寒抽出汗 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嗯 真的吗 你就试试吧 这样总比吃那些苦药好吧 就是啊 试一下 试一下嘛 还舒服吗 嗯 还不错 唉 休想让我去替你们救小马 嗯 嗯 张公子多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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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子 茶泡好了 张公子 请喝茶 你的茶里 没放什么药吧 这只是平常之茶 并无特别之处 对不起 不不好 几次 严め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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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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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凤鱼 关于灵真的病情 还是小心为事 对 陈凤鱼 待会儿你跟我们说说 接着该怎么调养 好 好 靈臣 那你好好地休养身心 等你的病痊愈之后 我们才 以迹行事 灵臣知道 恭喜张公子不要而愈 你们两个丫头 究竟暗中做了什么手脚啊 没有 是因为上天知道张公子一片善心 真是好心有好报 让张公子可以长命百岁 多福 多寿 希望张公子也要有心 能够救小马一命 你们两个放心 我说的书便做得到 我这就去救小马 你会守典 公子是 好像不太乱 招讨 你还想 不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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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太乱 我 王爷 放肆 向王府内 请容你乱闯 梁王无需动怒 想必定有要事 贵府侍卫才闯进来的 事关重大 请三位王爷恕罪 快说 遵命 奉尘府的张公子擅闯天牢 将听后问斩的小太监小马 强行带走 奉尘府的张公子 难道是 两位国公业的那个侄儿 张灵珍 岂有此理 这个小太监 是朝廷的重犯 他张灵珍 竟敢藐视王法 擅自抢人 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 告辞 慢走 这件事 和张灵珍有什么关系 孩儿也不知道 不过据我所知 那个小马曾经是否复他 我之所以怀疑小马 也是因为他与奉尘府 这一处关系 莫非行刺之事 与二张有关 小马不过是区区的一个奴才 按道理牺牲一个小马 总比暴露线索 让人怀疑得好 看来孩儿 还是要到奉尘府走一趟 探听一下虚实 姐姐 张公子 到现在还没有带小马哥回来 您说这事会不会有变化呢 不会的 张公子 他虽然不是一个好人 但我知道 他也不愿意看到小马被问账 希望你想得没错 莫福 莫凡 小马 小马哥 莫凡 小马 莫福 小马哥 莫福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张公子 谢谢你 疼不疼啊 没事没事 死人是不会疼的吗 我疼 就代表我还没死 你呀 还懂得说笑 我们也安心了 你不疼是吧 这样疼不疼 这样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好疼啊 真的好疼 不疼的 引力 启 公子 叫我啊公子 公子 公子 父мов 公子 救我啊公子 公子 公子 现在 原以为你擅闯天牢 应该是个人物 没想到你是个废物 有其书必有其直啊 偷有虚命 给我拿下 谁敢在凤尘府放肆 原来是梁王啊 不知你带这么多兵来 有何贵干啊 是 武叔 都是我不好 我把以前侍奉过我的小马 带回来了 所以惹得梁王特别不满 我看还是把小马还给梁王 不难为二位叔父了 除了皇上之外 还有谁能为难我们兄弟俩 是这样 定旨擅闯天牢 抢劫人犯 本王尚未问罪 两位过宫就要摆出架子吓唬我吗 这是我们的凤尘府 不是你的梁王府 这架子摆不起吗 今天我要不怕你们两个妖人就地正法 我就是你们的奴才 你本来就是个奴才 不过从今天起 你就是个死奴才 好 杀 杀 马上 府中妄动刀兵 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中 恐怕会惹来龙颜不悦啊 两位国公爷 黄表叔 你们都是朝廷重臣举足轻重 欢迎冲突起来 有什么闪失 皇上会心痛呢 我是在为你爹讨公道 这事绝不能再姑息下去了 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家父一向与人为善 如果家父的使令国公爷 与黄表叔有所冲突 这是家父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还请三位以何为贵 向王的事情 我怎么能够不问不问啊 黄表叔劳心劳力 之而无以为报 府中早已准备好 明珠十斗 良田百起 辽表 信仪 哎呀 贤侄啊 你太见乖了 我跟你爹那是青铜守卫物 才顶礼相助 绝非是探图什么明珠良田哪 那是当然 这是满朝皆知的事情 所以 家父的这番心意 黄表叔就更不能推却了 这 哎呦 这 好吧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 我这就去谢王爷 撤 呸 五三四这老匹夫 郡王爷 还有什么指教的吗 没有没有 刚才小王若是有失礼数的话 还请两位国公爷赎罪 郡王爷从中化解干戈 本宫实在是佩服 还有什么失礼的 国公爷实在是谬赞了 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好一场猴子戏啊 看那本公子都是心花弩发 公子 公子 今次多亏公子出手相救 奴赛才得以逃出生天 公子 请受奴赛一拜 哎 不必了 你没事 我也高兴 更何况 他们有约在先 你要想谢 就谢他们吧 请受我小马一拜 小马 小马 别跪了你有伤在身快起来 给我让开 灵珍 你知不知道刚才好险 要不是李隆基胆小怕事 刚才兵戎相近 事情如何 真的难以想象 要是全死了 要是全死了 岂不是更好啊 要不是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我今天就打死你 灵珍 我知道你这一生都在怪叔父 可是叔父如有什么不测 我们张家绝无一个活口 你们是怕我张家无活口 还是怕你们两个自己没命啊 你怕你们有一天老了 皇上不宠爱你们了 所以你们才来宠我疼我 目的不就是让我心甘情愿地守在一个 比我祖母还老的你们身边吗 你 灵珍 你怪自己命苦也好 怪叔父无情也好 你的命已经天注定了 你就认了 我终于说出来了 我终于说出来了 这小厮云姓梁国任意芒威 以我俩更加深浅而泽 长此下去 早晚让他害死 那有什么办法 我们这些年 把所有的心血 都放在他的身上 难道如今 就这样放弃了吗 绝不放弃 不过我们也不可以 再把所有的筹码压在他的身上 万一他又发疯 也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到时我俩就无药可救了 那五哥有什么打算 刚才你也看见了 五三四跟夏王父子 已经连城一气了 看来我们也要拉了一些人 一来一增士气 二来日后有什么差子 也可以有个赵 满朝文王都已经给五三四 太平公主 夏王父子 还有我们尽所招牌 如今 还有谁可以拉了 难道你想拉拢他 他未通宰相 他未通宰相 绝通诸王 并拨拳好 参与朝政 如果是把他拉拢 我们俩就如同天衣 可是 对吧 刘帝 大举为重啊 大举为重啊 下午头和小马 还能看见明天的日出 何止是明天哪 还有后天 大后天哪 你都可以看到日出 嗯 你呀 命中注定劳碌一生 老天爷 又怎么会轻易让你走啊 我这一次啊 真的要谢谢你们姐妹俩 帮我保住了我的小命 你这次能大难不死 全是因为那个疯子 说话算话啊 没想到 那个郡王爷 那么胆小怕事 郡王爷不是胆小怕事 他是忍辱负重 固权大局 管他是什么 只要他能帮我们就好了 奴婢参见上官大人 免礼 你不是鲁公公身边的小马吗 听说你在天牢里等死 回大人 奴才有幸得到 孟福孟凡姐妹的帮助 所以才保住这条小命 是你 没想到你的本事还真不小呢 大人谬葬了 说到本事 其实这一次 多亏了张公子出手相救 小马才得以平安 张灵真 张灵真也会救人 他本来不肯救小马的 是我们跟他打赌 说如果我们可以让他不用吃药 病情就能好转的话 他就帮我们救小马 不吃药 怎么能够病除呢 除非你们使诈了吧 我们悄悄地将药 放在温泉水中 然后再放入大量的花瓣 来遮住药味 让张公子 浸浴在温泉水之中 张公子呢 泡了这有药性的泉水 三四次之后就可以好转 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好转了 原来是这样啊 哇 你们姐妹俩真是绝顶聪明啊 幸亏你们碰到张灵真 我的小命才能保住啊 不用客气 我想被骗的不是张灵真 是你们吧 奴婢愚昧 不知善官大人为何这样说 如果张灵真一心见死不救 他大可以一口拒绝 那他为什么还要跟你们打赌呢 那么说来 他本来就想救小马 只不过 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所以才特意和我们打赌 假装输掉就可以救小马了 要救变救吗 干吗要找那么多借口 张灵真 他不想别人知道 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才不断地掩饰 其实他本质不坏 只不过是自幼生活在一个 悲惨的环境里 所以想要当一回好人 也绝非易事 张灵真 自小便有两位叔叔引荐入宫 为了预备觐见皇上 张义芝 张昌宗 不断要求灵真 加紧练习琴棋书画 以讨好皇上 很多时候 他们两个兄弟 都是吹毛求辞 其间 张灵真 受尽了不少苦痛 你 你 怎么下的 这么多年怎么教你的 怎么还是不会 怎么教的 怎么教的 你说 有 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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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还记不记得住 每次 每次都出错 记住了吗 好 记住了吗 继续 你 张灵真吃的苦头真不少 比起你们这些婢女 也好不了多少 看来张公子 也那么的可怜 可怜 并不等于值得同情 你跟他有什么过节吗 谁人 她也有什么过节目 尽会有 diverse变化 接得 她 到 有你相伴才会有 如果我 感谢观看